都吃过大米吗 吃过 都称过大米吗 没有 是吧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称大米的问题 大家看看第二道题 这道题说 现有一家天平和一些法码 法码有两颗四颗八颗十六颗三十二颗六十四颗的各一个 看到那个熟悉的数列了 是吧 然后让你回答两个问题 是吧 然后这道题考察的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天平的基本知识 而这道题不像一个数学题 它倒更像是一个实验题 是一个生活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所了解的天平 跟着老师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当中 第一个问大家 如果要称量一百颗的大米 那么怎么放法码 问一个问题 称一百颗的大米 放几颗的法码 一百颗 废话肯定一百颗 对不对 那么所以只要大家能凑出一个一百颗的法码 在这边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直接就是一百颗的 没有 需要你凑 来我们凑凑看这里边哪些可以凑成一百颗 要凑一百它比较的大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选一点什么呀 比较大的 是吧 你先选一个六十四颗就已经有六十四了 如果你再选一个三十二颗 这两个加起来 大家看看已经快够了吧 确实多少了 九十六 九十六离一百的话还差一个四 有没有四颗的 找找 有 是吧 所以大家只要把这三个法码是不是放到托盘天平的其中一边 再在另外一边撒上米 让它变长平衡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好 所以这第一道题目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做到这就结束了 来看第二道 第二道题目我建议大家看完题以后先暂停一下自己做做实验啊 我估计这个可能不是一下子能想得到的 我们读一下 如果想要乘量一粒米的重量 注意一粒米人家告诉你比一刻要怎么样 要轻的读 是不是 然后问你应该怎么样去撑 这个问题要命 这个里边的砝码别说一刻的了 它根本就没有一刻的 它只有一个两刻 对不对 最轻是一个两刻的 不可能有那种几点微毫克的 然后让你放到那边去放一粒米 然后让它平衡的 很难做得到吧 对吧 那个怎么办 来我们做个实验行吗 我往这上面 抠下一根头发来啊 大家看这是一根 对不对 这个头发如果一揪的话 它应该非常容易就要断了 是吧 但是 你看老师跟清朝辫子军一样好长 是吧 但如果我把这一把一揪的话 你会发现它好断吗 不好断 不太好断 为什么 多 因为它多 是吧 那也就是说 如果少的话 它不好弄 多的话 它可能就好弄了 你有点想法吗 一粒米好撑吗 不好撑 一堆米好撑吗 撑完以后怎么办 除以 除以它的 例数 或者说 可数 是不是 对了 所以这道题其实是个特别简单的思想 如果一个东西微乎其微 实在没法测量 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们在托盘天平的其中一个盘上 让它放上一个两克的砝码 同学们猜猜老师 为什么要放两克的 我为什么不放了64克的呢 如果这边放了64克 这边的米也得装几克 64克 那64克的米 你会发现可能就要怎么样 一大堆 是不是 这一大堆要数起 刻出来 估计就会稍微有点痛苦了 是吧 所以选择一个最小刻度的砝码 让它放到托盘天平的一边 然后在另一边当中的 放入适当的米量 然后让它们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 是吧 那接下来的操作步骤就是把这堆米量拿出来以后 没有办法去数一数 它到底有多少力 然后再用这个总的克数两克去除以它的这个力数 那么我们得到的就大致是一粒米的一钢 大致的重量 是吧 所以这个方法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呢 那么与此类似 还有什么同学们 比如一张纸的厚度你能量得出来吗 不太好量 对吧 但是你可以量一本新华字典 然后看一看它一共有多少 是不是做一个除法就可以得到一张纸 大致的厚度了 对吧 好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回来多想一点 我想问问大家 通过这个方法测量出来的米量的重量 是精确的还是不精确的 不精确 应该是不太精确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数量我们说不精确 但是它大概贴不接近那个真实的值呢 应该也是比较接近的 因为大家会知道米量大家都长得差不多 顶多就有的大一点点 胖一点点 有的稍微小一点 重量应该差不多吧 对吧 所以那么多颗米量 不可能你刚好拿到的那一颗就是精确的重量 就是那么多 但是大概大家的一个平均重量就是这些 对吧 所以这个测量方法有一个前提要求 就是你要测量的这个微小物品 如果和其他东西组合起来测量的话 那么所有的这些微小物品之间 必须差距都非常的接近 这是第一条 对不对 那第二条就是强调一点 这个测量方法 仅能测量一个大概的值 它不能得到精确值 是吧 好了 同学们 那么关于我们的例题二 也给你们介绍到这儿了 一起也来总结一下 这只小鸟告诉我们 测量微小物品的重量的方法 大家必须要去牢固的掌握 这个呢 在有一些方案设计的题目当中 是会考察到的 你记住了吗 好了 同学们 稍事休息 咱们的第一节就到这儿 好了 孩子们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部分 关于撑次品的问题 那么测量次品的问题呢 是我们本想在课本当中 比较强调的一个思想 总体是这样来做的 给你几个爱一样的东西 是吧 然后告诉你其中有一个重量 跟别人不一样 可能重 可能轻 然后让你通过最少次数的撑量 去把那东西给找出来 那么这种问题就称之为 我们的撑次品的问题 而这种问题在做起来的时候 这种主要的方法 或者说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推荐两种 一种方法叫做二分法 一种方法叫做三分法 那么何谓二分法和三分法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 给大家看啊 来同学们看 比如说老师的这个桌子上 放着五个药瓶子 这五个药瓶子当中呢 有一个是空的 如果这个药瓶是空的 大家会知道 这个药瓶敌脚怎么样 清是吧 那么停了你 你最少撑量几次 能够把这五个瓶子当中 那个清的瓶子给我撑出来呢 这个问题拿到手上的时候 大家应该怎么样去考虑啊 第一点 如果你每个每次都 比如说 哎你先放上一瓶 对吧 然后再放一瓶 一撑 他俩是一样重的 然后拿开再撑 然后再撑再撑再撑 如果这样去撑的话 轮流去撑 看谁是重的 看谁是听的的话 那他的撑量次数 实际上是比较多的 对不对 而且这种撑法是保证 一定能把它撑出来的 可是一点都不算 对不对 那我们有没有很简单的方法呢 当然是有的 首先你看这有五个瓶子 对不对 这五个瓶子当中 到底谁是谁不是 不知道 那么我们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可能啊 比如说在北宁市的某一栋住宅楼里 发生了一起命案 对吧 那如果说警察要找凶手的话 你觉得这警察会去美国找吗 会吗 不会 对不对 你说他会去银河系 宇宙外面去找吗 会吗 不会 肯定要逐步的去缩小这个包围圈 缩小嫌疑人的范围 对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所用的思想 实际上叫做逐次锁定的思想 也是在做这件事 怎么逐次锁定呢 很简单 五个如果想要平分成两堆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先拿出一个来放在这 剩下的四个 是不是就可以一边去放上两个了 对吧 好 所以这样第一次分完以后 大家看我们就可以开始用逻辑推理去做题了 如果当你的这个天平告诉你 哎 拿走一个以后各两个 它平了 你会发现什么问题 你拿出来那个应该是什么 应该刚好就拿中了 是吧 你这手机太好了 可以去买菜票了 是吧 所以如果天平是平衡的 我们看天平两种状况 如果是平衡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拿出去的这一个 实际上这个就是轻的 而如果天平是不平衡的 那我们说它就一定会有个轻重 对不对 那大家想本来那个瓶子是轻的 所以说那个真正的凶手会在轻的这边 还是在重的这边 应该在轻的这边 是吧 因为这两瓶是正常的 这两瓶里边有一瓶正常有一瓶 不正常 是吧 所以又把范围数的锁定到了这两瓶里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冲凉 完了以后 想起来了吧 是吧 那第二次乘凉怎么办 如果在这还不平 你就应该把轻的那堆里的两个药瓶给拿出来 然后左边放一个 右边放一个 这种情况之下 谁轻那不就是谁了吗 是吧 所以我们要乘凉的话 最多的次数两次保证 肯定能搞定这个问题 是不是 而如果说我们说只用一次乘凉呢 当然这种情况能不能成立 也能成立 但是它非常的巧合 是吧 所以如果要称的话 最少的次数两次就可以保证搞定问题 是吧 所以这个方法就被我们称之为二分法 分成两堆 对吧 好 那么同学们 有个同学说 老师啊 我知道了 你的二分法就分两堆 三分法就是分 三堆 对吧 那你说的没错 三分法确实就是分三堆 那什么情况之下会分成三分呢 很简单 同学们教你一点诀窍 在我们的课本上并没有把这个知识点讲得很明白 大家发现我们课本上很多题目只要一教大家都是二分法 拿出一个然后二分拿出一个二分 是吧 那么所有能用三分法做的题用二分法能不能做呢 他也是能做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之下 老师认为三分法比较好 就是当这个物品本身的数量如果是翻到倍数的时候 三分法实际上就比二分法要好一些 对不对 你想如果是三的倍数分成三堆 那么就变成撑两堆而留一堆 先把所有的个数都放到一堆之中以后 然后再来这一堆当中继续找逐次锁定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方法实际上适用于个数是三的倍数的时候 好吧 同学们 那么这个称次品的问题呢也稍微多说一句 实际上这个问题曾经在傲数当中也是比较爱考的 像那个什么警察称那个硬币 大家可以查一查 有一道题说有101个硬币 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上百度上搜一下 他有啊 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本学期的课内来说呢 哎 大家只要是掌握他的主要思想就可以了 这种问题其实主要的思想在于要进行一个逐次的锁定 还有一点就是在你称量物品的时候 一定要配合上自己非常严密的逻辑推理 是不是 哎 比如说你的天平平了是什么意思 不平是什么意思 心里边要非常的清晰 是吧 所以只要做到这两点 那么分享的目的实际上就要达到了 OK 同学们了解了基本的知识点 稍事休息 我们一起来看后续的例题 mercy 你说真的还没露出 我们一起给她说 我们下回来 我们下回来 你mud不问她 你没有什么 或者是说 这种 лич的病毒 我可以消灵 判确 最后 我可以消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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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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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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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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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